假如说要给自己有一个妹妹 你希望当中的谁来成为自己的妹夫呢 这个问题 反正我呢绝对不会是阿云达 因为她是个花心大萝卜 谁都撩我要为我的妹妹着想 哎哎阿云达来了 来到我们现场了 那我换郑云龙好了 她今天没来 你怎么这样 你们呢 我让我妹妹终生不嫁 你得是有多嫌弃她们呀 如果我有妹妹的话 我希望她的丈夫应该是 嗯 阿云达 阿云达 我觉得是 我觉得她那个魅力啊什么的 应该能让我妹妹折服吧 哎阿云达又来到我们现场了 你来你来 那如果我有妹妹的话 我希望她的妹夫是 声歌 像我每次听声歌唱歌的话 都不用再买门票了 声歌痛了一口牢 谁 声歌对不住了 哈哈哈哈 对不住了什么意思 如果我有妹妹的话 我觉得 呃她喜欢就好 啊 她喜欢就好 所以是吧 那把我们前面的回答全剪掉 就留这个就好 这个歌歌人比较好 好了 你们这个商业互吹也好 互彩也好就到这里了啊 尊重美美的选择 对对对 啊 我知道声歌就是去年参加深入人心啊 算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 嗯 那加新的一年呢 你还想有继续尝试别的什么挑战吗 分享一下 有 就我之前起初想来深入人心 想做的其实就是流行加美声嘛 但到后面相对来说 我们节目里面音乐剧和美声比较多 然后相对来说没有结合到流行那么多 就希望如果新的一年 一年里有机会的话 能够结合到流行 谢谢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加油哦 谢谢 我知道